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 物质店家使用含有来际的美牛 事后跑去买了100碗牛肉面赔罪 又被踢爆 打筒鞭 爆公帐 接下午行政长苏仁昌是亲上火线 亲自的登门向店家盗窃 还不忘自掏腰包拿现金来买单 苏仁昌也力挺爱将丁一鸣 要大家不必把年轻人的错误无限上纲 完全没有要撤换发言人的打算 而店家老板也接受了道歉 表示为了台湾的团结 不会再计较 招牌牛健鑫一口咬下 中和汤头鲜甜滋味在口中化开 这家冠军牛肉面 行政院长苏仁昌亲自品尝 不过这回主要是来赔罪 吃你 我要跟你特别不失礼 我有特别告诫 这个绝对我们为政府做事 让人民放心 一定要很严谨 让苏院长这么拍謝 因为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 公开指出台北牛肉面结冠军 食用含来剂美牛 却被业者拿检验报告打脸 本来是要说明 复合国家标准的肉品 都是安全无语 却歪楼拨挤了店家 这很不改 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 连续两天来道歉 丁一鸣这回被老板压着来 面色明显凝重不少 吃饱喝足后 苏院长自掏腰包付钱 因为前一天丁一鸣才被爆出 收据竟然打筒鞭 事实上行政院没有这笔钱 可以致应这个所谓的公务支出 所以这笔钱确实是我出的 而且一开始就是我要出的 发言人失言风波 让店家受吃鱼之殃 苏院长亲自压阵 来跟店家说不好意思 老板也很大气 直说为了国家 这些争议不会放在心上 记者林生间 欢慧财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 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 12号挫指台北牛肉面节的冠军 使用含有莱克多巴胺的美牛 店家无辜被扫到 报气召开记者会 要求行政院要盗窃 结果这整件事情 引爆了轩然大波 台北市长柯文哲 带着民众党籍立委们 今天再到其中的一家 冠军店家吃面力挺 而谈到前一天 柯平亲自前往行政院会 要来沟通美猪市一样 对方却是准备好梗图酸他 那么他也不满地说 自己谦卑再谦卑 对方却是大玩政治斗争 谈到了丁一鸣 这次失言引爆战火 柯平也忍不住开酸 丁丁是个人才 还直接帮他打了120分 接过来接过来 政坛狂挺牛肉面 今天轮到柯文哲 一上桌就开吃 可是这一家 行政院把小店家 卷入这个所谓的政政当中 老板一旁抱怨中央 柯平只管吃 七分二十九秒完食 却遇到不速之客 独派的是陈俊涵 混入现场呛柯平 柯文哲吃饱喝足 心情没受影响 开酸正院 先引总统蔡英文名言 他就赶快做梗图在等我 专程到行政院会对方部下天罗地网 柯文哲谈效忠获利全开 行政院发言人丁怡明硬扯牛肉面有莱克多巴胺 惹怒业者专程买面道歉却疑似报公帐 柯皮酸度表此刻达到最高峰 後来要去报公帐 还习惯了 丁丁是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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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又帮他打几分啊 一百二十分 自爆了 昨天对那个行政院我是不太高兴 我是好意来跟你讲说 把这事情解决掉 坦诚背音心情不快 但丁一鸣捅了大揉子 却让柯文哲捡到好枪 无限开火拳 记者综合报导 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失言出包风波 让国民党捡到枪 今天国民党立委 除了率队到冠军牛肉面店 用餐相挺 更是火力全开 痛批行政院发言人 应该要下台负责 也质疑丁一鸣制造假消息 为何不用依法关押三天呢 另外网路上呢 也出现了网友自制的梗图 包含了民怨沸腾 有名无师等 当中的名这个字呢 都变成了丁一鸣的名 讽刺意味十足 九度占领一场杯葛议事 国民党立委台者斗巨珠 再进到立院 行政院长苏贞昌上不了台 行政院发言人丁一鸣错误发言 污指牛肉面店业者 是用函莱克多巴胺美国牛肉 争议延烧第二天 国民党获利全开 为什么没有把丁一鸣抓起来 换三天 因为是苏贞昌直接下令的吗 不满丁一鸣没查证就乱发言 就连满一百碗的牛肉面 赔罪道歉 第一时间却还打上行政院筒边 用公帐收拾自己热出的烂摊子 不只用嘴巴掌 国民党立委更勇行动相挺 一碗碗牛肉面吃得精光 讲完率对挺业者 但2022可能对手黄珊珊 买了一百碗 她也不能输 我会买很多碗 郑守立院没办法到场的 直接外带到一场吃 不过政院的声明 再提马政府当初开放美牛 让马前总统实在气不过 因为我是职业的马维拉 他不找我好像没事干 网络上有网友学习绿营网军 有模有样自制梗图 新创成语 名怨沸腾 有名无实 名不聊生等 全部都是奉辞 丁一鸣失言闯祸 在一档捡到这把枪 杀伤力十足 接下来被综合报道 国民党先前在脸书 贴出了珠汁抽搐躁动的影片 指出是使用 莱克多巴胺之后的 强烈副作用 不过提供影片的 美国动保团体却说 事前已经清楚地告知 国民党没有证据显示 影片中的珠汁遭未使 莱克多巴胺 消息一出之后 国民党被指控 移花接木影片造假 但是国民党也强调 他们有去查证 影片中的美国屠宰场 的确是有使用到 来气 而影片当中的文字叙述 珠汁抽搐 也有医学研究佐证 坚持立场 不会下架影片 这是瘦肉精 珠汁的屠宰场 珠汁躺在地上不断抽搐 四肢抖啊抖 情绪异常躁动 国民党反莱猪影片 开头就强调 这是有使用 莱克多巴胺 饲料的屠宰场 不过提供影片的 美国动保团体却说 他们没有证据显示 拍摄的这家屠宰场 有使用莱克多巴胺 而授权影片时 也有清楚告知 没有来记使用的证据 但欢迎国民党 用影片来显示 珠汁经历的痛苦 被认为是 重重打脸了国民党 做到相关的求证作业了 那其实并没有 所谓的移花揭幕 或是假讯息的问题 在2014年的 路透社报导 证实说 QPP它就是使用了 莱克多巴胺的猪肉场 其实都是根据相关的 科学 就是相关研究报告 强调一切都有医学研究 根据并没有造假 也说有查证过 影片中的屠宰场 就是有使用莱克多巴胺 只是含要移送法办的 农委会可不买单 国民党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影片下架 因为它真的是 跟事实是不符合的 屠宰场里面所拍摄 完全跟莱克多巴胺没有关系 动保团体跟国民党 使用的目的跟面向不同而已 但是所说明的事实 都有学术的佐证 绝对没有所谓的造假 所以国民党绝对不会下架 影片们一花揭幕 争论不休 是不是造假 蓝绿各说各话 各自解读 记得陈友 刘维辰 特别报道 同样也是粗彩 来看到的是台式的独家报道 在高雄有一名张先生 到加油站加油 付了80块钱离开之后 却发现机车的油箱 还是没有油 只好又到另外一家加油站 加了85块钱 但是来回加了两次油 让他不禁怀疑 过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第一间加油站 调阅了监视录影器之后 才发现 原来是加油站的人员恍神 有放油枪 但是没有开开关 而发票呢 也错拿成上一名客人留下的 赶紧道歉退钱 我把油枪放进去我的加油孔里面 那我背着加油机 民众张先生到加油站加油 但加了80元汽油离开后 才过了三个红绿灯 机车油表竟然直接归零 进去加油 又加了85块 那表示说 我的油表是没有坏的 平常我们在家都大概90左右而已 当下张先生怀疑 是机车移标板坏掉 或是油箱漏油 又骑到另一间加油站 加了85元汽油 并把车子送去检修 没想到结果一切正常 加满的油怎么会拼空消失 诡异状况就发生在10月20号下午2点多 张先生重回加油站询问 赫然发现 原来是加油站人员 忘记开油枪开关 才会闹出乌龙 但个荒谬的是 员工一度忘了给发票 提醒后又错给前一位客人的发票 接连出包 加油站赶紧道歉退款 才让事情顺利落幕 不过类似状况 也可能发生在油枪的O型密封圈断裂 导致油还没加到 真空蹦就开始动作算钱 只能说机车足加油也得多留心 才不会花了钱去白跑一趟 记者综合报道 今天上午高雄吴日锦大跳电 有民众因此受困电梯 连正在开议的议会也因为跳电一片漆黑 咨询一度被迫中断 整个高雄四个行政区受到影响 波及了两万多户 台电说是电压器事故正在详细的厘清 而经过抢修已经全面复电了 但这已经是近一个多月来 台电第三次停电 连分到人家的鱼更都没有 人家 意愿直询正火热 突然全场席灯一片gay 麦克风断线没声音 时间暂停好吗 大跳电一会也成了受灾户 欧妈妈伸手不见五指 停个六秒才重新复电 而且一幕还没及时跟上 直询先喊咖 差不多要停半个小时吧 13号上午九点半左右 五余警搭跳电 上弄间消防车救护车赶到 因为电一停 这户人家一名富人搭电梯受困 紧急求救 幸好后来脱困 跳电影响前镇小港 凤山大辽一共两万多户 不少人上网反应 我家这里也停了 还有人说幸好遥控铁门没关 不然出不去 发生变压器的事故 那总共停电了十条亏限 紧急抢修虽然全面复电 但从上个月九号至今 短短一个多月来 台电就发生三次停电 有必要全面检修 以防再乱了民众生活 记者张崇敏高雄报导 і防度 hacia有段可落 电影响前镇 除了 电影响前镇